疑似不好意思 好謝謝 楊佳姐謝謝 我剛剛聽的那個 你們那個規劃的 我覺得規劃的還蠻好 我基本上是贊成的 但是我基本上還有一些疑問就是 我不知道說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之後都更是由政府來都更 還是由民間來都更 這個問題 就是可以請你們回答 因為就是我們一直有停車位的問題 這個停車位就是一直都不足 那你們在規劃的時候 有沒有把這個附近移民的這個停車位 就是想進去 那另外你們說的那個 中記載的部分是說 如果我們周圍的這個 這些舊的建築物在都更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住進去 還是說你們先會把其他地方的這些 需要社會住宅的這些居民把它先住進去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規劃這部分 因為其實社會住宅大家是會害怕 我覺得會害怕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不知道 因為大家對社會住宅的刻板印象就是 它是一個問題的來源 然後大家都不喜歡跟問題來源的人居住 所以我想說你們在變革管理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就是協商說 你們是會怎麼去把這些人民放進來 因為你不可能把一個 我用一個最基本的那個年收入來說 如果年收入一百萬以下的人 那也有年收入五十萬七十萬八十萬 那你把同樣一個層級的人放進來的話 它的確問題會比較大 所以我會基本上說 這邊幹社會住宅是ok 但是變成說你社會住宅裡面的結構 就是你要把各種不同層級的人放進來 我覺得這種多元化會讓大家比較安心 所以社會住宅的部分你們可以再多做說明 因為其實我不覺得說社會住宅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住宅法國 他有寫說他在法國住了二十年的社會住宅的這個作者 他覺得他的經驗是好的 所以我也相信我們現在新的這個社會住宅會是好的 謝謝 好 謝謝下一位李茂輝 應該是李先生 你在哪裡